在上一集 柳丁又爸跟大家分享了我国小国中有趣的事 今天柳丁又爸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国中高中参加过哪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比赛 拿过哪些奖 留下过哪些有趣的痕迹 看下去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咯 影片开始前先帮我检查一下 是否已经按下右下角的红色订阅键 并且打开小铃铛 同时订阅追踪按赞我的每个平台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咯 我其实国中那个时候啊 我算是一个很喜欢参加比赛的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时候就觉得说 学校有办很多的比赛 我就会很想去参加 然后就会拿到很多奖状 而且你知道我们学校很特别的是 就是会什么样的活动都会有奖状 这个应该才是重点 对 你看那时候啊 要推行英文全名英俭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都会有这种什么 英文会考 然后就是五百字测验 然后还有像这个是 对 这也是五百字测验 你看我们学校那时候 还用中英文的方式来做奖状哦 这是我们学校的中楼 然后这是什么 这也是会考 这七百字 从五百字变到七百字 这个是学艺鼓掌的奖状 你看现在都泛黄了 我那时候当了好多年的学艺鼓掌 好像从国一到国三都是学艺鼓掌 然后这是什么东西 国二十七班 KTB比赛第五名 天呐 你看我们学校那时候办超多活动 这个比赛我真的是永生难忘 你知道那时候我的选曲是什么吗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就被我们班推拍出去 要去参加KTB比赛 然后就是要在全部全年级的面前 然后在大礼堂里面就是唱歌这样 但是因为那时候选曲 我们那时候流行的歌手啊 其实就是譬如说像 许怀玉啊 Coco李文啊 苏永康等等的 我其实很想唱 郑中基啊等等之类的歌 但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 好吧 不然就找我妈 就是陪我去KTB 然后练唱 然后呢 我妈来帮我选曲目这样 那时候他就点了一首刘德华的 那个什么 缠绵啊 然后呢 我就唱了缠绵 我妈就说天哪 这首你唱得太好听了 你就选缠绵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 我要用缠绵去比赛 然后那时候因为缠绵那首歌 它里面有个高音 就是我记得是这样唱的 爱的天生越浓越缠绵 爱的越深越浓越缠绵 有一个那个 这个音真的我跟你说 那时候我不夸张 整个大破音 我那时候是 爱的越深越浓越缠绵 就整个超比赛的喔 然后我就看到台下所有的人 本来就在那边挥手 尤其是我们班同学 在那边挥手 然后当我一破音的时候 他们的挥手瞬间都突然停住喔 然后我就觉得天啊 真的是太丢脸了 但是呢 那一次我居然还拿到第五名 我真的不知道那一天评审怎么 哈哈哈 然后反正就是这个事件呢 后来就成为 就是我同学们的笑柄 然后他们每次呢 只要就是去KTV唱歌 他们一定都会点缠名叫我唱 这样子 真的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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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呢 下一个是 喔 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啊 最有信心的比赛就是 譬如说朗读比赛 或是演讲比赛 那个时候朗读比赛我拿到了校内的冠军第一名 然后像这个比较大的啊 这个就是后来去台南市政府比赛 就是那时候国语文竞赛 我那时候是代表学校去参加朗读比赛这个项目 对 就是拿也是拿到了台南市第五名 新式健康操比赛 我们那时候也是很流行 跳新式健康操的 然后还有这个集系演讲比赛 那时候拿到了国三的第二名 后来上了高中之后啊 其实我就是比较少去参加比赛 因为上了高中之后 我就比较多心力放在就是学科上面 但是我高中有一个比赛 真的是太让我飞移所思了 就是这个比赛 你看 我曾经是台南的李怡先生小姐 选拔比赛的最佳谈吐表达奖 我跟你说这个比赛真的很幽默 这个比赛那时候就是高二的时候 然后呢我就突然就是接受到指定说 我要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台南市办的这个李怡先生小姐的比赛 他是会台南市所有公立跟私立的学校一起来 就是每个学校都推派出几位 然后呢就是来参加这个李怡先生小姐比赛 然后他里面呢就是除了就是比演说啊 再来还有比就是话剧 用话剧来呈现如何去营造一个就是有礼貌的生活 等等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临时的 赶快呢就是跟我们学校推派出来的其他代表呢 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呢就赶快去想出一个话剧 然后呢就是演出一个类似于 反正就是如果你没有礼貌 你就会被抓走的一个什么行动剧之类的 然后反正那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说 哎天哪 整个比赛里面我居然会拿到 台南市李怡先生小姐的最佳谈图表达奖 我觉得这真的是太让我觉得很幽默的一个奖了 那接下来呢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是我高中的毕业纪念册 你看超厚的 好我那时候呢高中看一下哦 哦国中啦 国三有分班一次 然后国三分班的时候我是被分到三年一班 所以我现在找下三年一班哦 我在这里 好我找到了 国三一班的毕业纪念册 你们有找到我在哪里吗 找看看找看看 找看看找看看 有没有 这就是我国中的样子 国三时候的样子哦 然后你看 我们班上啊 其实每一个同学那时候 你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清秀 有没有 还有我那时候啊也是中分头哦 你看我那时候的样子 跟现在是不是没有差 自己讲 好啊 然后我们国三的老师是苏仁美老师 我超爱你的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老师哦 他呢就是是我人生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盏名本这样 我那时候参加很多的朗读比赛 跟演讲比赛都是苏老师那时候 鼓励我要去参加的 那另外啊像是我们那时候 学校都会就是有这种文艺记刊 就是会把譬如说 大家的作品放进去 作为一个记忆这样 我里面有找到我的作品哦 你看 这个铅柄是我画的 哈哈 对然后 你看大家的作品 是不是很厉害 对啊 就是能够被收藏进这种文艺记刊 其实是那时候 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荣誉之一 那我记得那时候 有帮忙过就是学校一件事情 我就蛮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时候我们会做这种就是校刊 然后就会取名叫 钟楼野影这样 负责这个校刊的同学呢 刚好是我那时候B班 也是美术班的同学 然后他有一天他就过来找我 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忙我 就是做那个校刊的内页的插画 然后我想说天哪 这种事情 我可以帮得上忙吗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渐渐流行 就是电脑的一些绘图等等之类的 可因为那时候我就都不会啊 所以那时候我只会手绘 我说可是我只会手绘 或者是紧紧贴贴的 我也可以帮忙吗 然后他说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接下了这个任务 你给你们看一些我那时候做的一些内容 你看哦 这个 啊 这个真的很幽默耶 因为他每一天都会有一个主题 像这个就是照过来照过来 里面就是可能会有什么校园美女等等之类的 这个章节的主题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是画一个照相机这样 然后你看像这个后面这个网址的概念哦 这个还是那时候我去美术社 然后就买那种就是网址 就透明的那种网址 然后把它贴上去 然后这个也是我自己亲自就是用手写的 手画的 然后把它剪贴下来 反正就是做出一个就是你印刷出来 看起来是这样效果的一个东西 现在看起来真的觉得那时候好厉害哦 校园美女 我那时候想说好吧 那我就画一个美女的样子这样 然后这就是我们那时候校园美女的入围参赛者 有没有 对很特别 然后再来这个是人文汇翠小馆 我就想说我要画一个古人这样 后面的这个网址呢也是美术社买的 轻松笑评 这个也是很幽默 这我想说轻松笑评 那就画一个新人掌跟一朵花 两个人在对话 然后觉得很好笑这样子 然后还有 哦 我们那时候啊 偶像是谁你知道吗 颜承旭 是我们那时候流星花园超级红 还有冯德伦 然后还有周渝铭 还有 Brad Pitt 对我们那时候真的高中的偶像就是这一些 然后再来你看还有这个是哦 生活简易 你看这整幅美吗 这个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 那就画一个类似于就是一个美男子 然后呢就是侧脸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一些花啊一些 类似看起来像是花包之类的 或是什么泡泡我也不懂 我那时候的idea到底是为什么 反正我就是画出一个这样子的画面来当作 生活剪影这样 那时候就是帮忙了同学 然后就完成了这个钟楼眼影 我觉得也是蛮酷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都还有留着哦 其实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算是一个 还蛮常参加学校活动的一个同学 那时候啊我们学校其实就是在毕业的时候都会颁发一些奖 然后像这个就是我当时拿到的 你看 我是福物凯模 这个上面都有灰尘 你看就是知道它历史有多悠久了 这什么时候啊 民国89年的这个奖杯耶 你看89年的奖杯哦 我希望呢 这个奖杯呢 就是下次是可以拿到金钟奖杯 金马奖杯 金曲奖杯 哈哈 哈哈哈哈 好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的个性 可能就是在学校师生里面 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热心服务的一个同学 这样子 我也不会演啦 其实那时候我就是觉得自己很鸡婆 然后呢 就是可能就是会帮忙搬上很多的大小事啊 包括连我们那时候的啦啦队比赛 然后我都自己就是下去啊 帮忙就是譬如说编舞啊 甚至自己下去跳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国中高中生活在长荣中学 我觉得是过得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不过因为呢 在长荣中学其实就是有这么多的活动 有时候像我们参加这么多活动 就真的会比较忽略到学科 那毕竟在我们那个年代 推增还不是很盛行 所以那时候其实到最后决定你去哪边的方式 指考 其实那时候还是最重要的一个管道 那那时候呢 其实班上那时候 大家都非常认真的在准备学科 所以那时候我高二下左右吧 我差不多就准备收心了 我就开始一直很认真的在念书 然后呢就是准备不熟的学科也好 我那时候我数学最烂 我数学真的超级超级烂 但是呢那时候我知道如果我的数学不好 那我一定就是要 英文也要好 如果说你数学跟英文都不好的话 那你在可能就是在我们那时候啦 在考大学的时候 你可能就没有太多的筹嘛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我告诉自己 好 数学我就是努力拼 但是呢英文我就是全力以赴 我就是能把所有所有的精力 其实当我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 我真的都拿来念英文 那个时候 对 所以后来大学联考的时候 诶 英文成绩还不错 那我也因为英文的成绩的关系 就是加总 我那时候大学选填志愿的时候 我就选了英文加全比较多的科系去填 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是进了世兴大学的工广系 好啦以上呢 其实这就是我的国小国中高中生活了 不知道呢你们对于柳丁尔爸有没有更多的认识 那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有时候回忆是美好的 空闲的时候呢 回去整理一下你自己的毕业纪念册 过去的痕迹 比方说像是以前过去的成绩单啊 或者是以前的一些种种留下来的东西 你就会发现 其实有时候呢 去回忆过去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告诉自己 我曾经有这样的过去 但是呢 我在未来呢 我也要为我自己呢 就是写下现在这个当下的回忆 好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柳丁尔爸的这支影片呢 可以帮我按赞留言分享 或者呢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 可以留言在下面给我哦 或者你是我的学弟妹 或者你是我的学长姐 或者你是我的同学 你都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诉我哦 如果你是我同届同学的话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说 那时候我在你们心中是怎么样的一个同学 这样子 对 如果不好听的话就不要写了 好不好 然后呢 也希望你可以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然后呢 要订阅柳丁尔爸的频道 帮我打开小铃铛哦 下次见咯 拜拜 每一个人的回忆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管你是在哪个阶段 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研究所 甚至出社会开始工作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在每个阶段都会改变 不管是心态上 或是生理上 但是不管怎么变 回忆永远都在那边 所以趁着最近这段防疫非常期间 不妨拿出你的毕业纪念册 或是老照片 翻翻过去 看看自己小时候 可爱的模样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留言 并且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同时订阅追踪按赞 我的每个平台 留订阅爸频道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